之前曾當賈律師多次遭到偵辦的李克懿 被控與地下盤傷 先尋找經營不善的保利通 愛創科技公司 將兩間公司包裝為熱門科技產業 再透過抠客鎖法 誘騙民眾投資熱門科技未上市的股票 不法獲利將近十億元 台北市調處昨天搜索 並且約談李克懿與台中保利通公司 負責人張文遠 以及愛創公司的負責人 與敏榮共十七人到案說明 經過漏夜的覆訊之後 認為李克懿和張文遠有串滅證之餘 今天早上依照證交法證券差畏罪 兩人遭到生涯境界 而于敏榮則是五十萬元交保 而李克懿過去曾以賈律師的身份 協助林若雅申請釋憲抗稅十二點八萬元成功 還被發文感謝 也曾在遠雄購買總部大樓時 方便遠雄創辦人造成熊父子 被外界誉為神鬼律師 如今又在因為吸睛遭到生涯 另外有九名保利通與愛創科技公司的員工 地下盤分別以一至十五萬元交保 其餘的人則通通請回